大家好 今天就来讲一部最强反派紫薯经初登荧幕的作品 银河护卫队 话说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男主角星爵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 从小没有父亲 母亲去世的还比较早 最惨的是母亲刚死 他就被一伙星际盗贼给劫走了 而这帮人的头套就是这个脑袋 像机关子被削了之后 还留了个根的人 永度 时间来到26年之后 星爵已经长大成贼 当然了 在一群小偷身边长大 变成贼也很正常 这一天呢 星爵奉命去偷一个宇宙灵球 但他偷完之后 并没有把他交给永度 而是选择将他高价卖出 这种行为就是赤果果的背叛了 永度很生气 开始到处悬赏抓他 很快 星爵就被两个赏金猎人 火箭浣熊和树人格鲁特给盯上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人也在找星爵 这个人就是克里星的激进派首领 指控者罗南 他的目的也是拿到宇宙灵球 但他本身并不想要灵球 只是跟紫薯经灭霸合作 他帮灭霸拿到灵球 灭霸帮他毁灭赞大尔星 因为罗南和赞大尔人有世仇 但自己实力不够 为了复仇就只能抱灭霸的大腿 当他得知宇宙灵球被星爵偷走之后 立刻派出了手下 也是灭霸的养女卡莫拉去抢 就这样 三伙人在赞大尔星相遇 你打我我打他 折腾了一大痛 最后卡莫拉也没抢到灵球 火箭和格鲁特也没抓到星爵 星爵也没能把灵球卖出去 这四个人全被赞大尔星的 超新星军团给逮捕了 之后呢 这几个人被关进了监狱 卡莫拉属于是最惨的一个 因为当年他跟随罗南一起到处搞破坏 监狱里很多人的家园 就是被他们毁灭的 而这些人里 最恨罗南和卡莫拉的当初毁灭者 没错 就是这个一身为身 凶大无脑的哥们 因为他的妻子和女儿 当年死于罗南之手 他是做梦都想报仇啊 可当他抓住卡莫拉 准备动手的时候 卡莫拉却说 我已经背叛了罗南 如果你想报仇 我是你唯一的希望 这个时候星爵也站了出来 开始劝毁灭者 他说大哥 你想一下 这个老娘们背叛了罗南 罗南能不来找他吗 你就留他一条命 等罗南来了 你不就能报仇了吗 毁灭者一听 特有几分道理啊 就放开了卡莫拉 说到背叛罗南 卡莫拉为啥要这么干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物关系问题 在这就不浪费时间具体介绍了 反正大家知道 他想把宇宙灵球卖了换钱就行了 之后呢 这五个人一合见 说不行啊 在这待着不是个事 咱得越狱啊 然后几个人制定了一个 非常随意的越狱计划 就顺利的逃走了 逃走之后 卡莫拉带着这几个人 来到了虚无之地 和已经联系好的买家 收藏家进行交易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星爵竟然想用一个随身天然 去泡卡莫拉 哎呦我去你个凑流嘛 姐姐不是你想泡 想泡就能泡 接着往下讲啊 在交易过程中 收藏家终于说出了 宇宙灵球的价值所在 为啥这老些人 都乌尔乔教教地想得到它呢 因为它里边有一颗无限宝石 而这颗宝石的力量 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 但一旦掌握了这种力量 轻飘地毁灭一个星球 根本不在话下 这个时候 收藏家的一个女仆 有点激动了 女仆 一个手下 有点控制不住了 为了脱离收藏家的控制 她决定明目张胆地 拿走无限宝石 咱也不知道她是咋想的 告诉你一般人拿不了 你还非得拿 咋的 就因为你肤色像关羽 就真拿自己当武圣了 结果呢 一点也不意外 她刚接触到无限宝石 就瞬间爆炸 原地螺旋升天了 卡玛拉一看 这晚上咱可不能卖了 落在谁手上也不安全 分分钟毁灭全宇宙啊 话音刚落 罗南和永渡 几乎同时到达虚无之地 三伙人又是皮里扑里的一顿打 最后 星爵和卡玛拉被永渡抓住 宇宙灵球被罗南收走 而此时的罗南刚刚知道 宇宙灵球里藏着一颗无限宝石 他立刻马上 毫无顾忌地和灭霸翻脸了 他说 你个老小子 让我坑是别度地帮你抢灵球 整了半天里边有颗无限宝石啊 那你说 我有可能把它给你吗 有了无限宝石 我就自己去毁灭三大尔了 要你还有个屁用啊 你之前跟我15喝6的熊样 我可都记着呢啊 等我灭了三大尔 第一个就去干掉你 因为这个事儿 星云心里一直带着恨 所以他听说罗南要去干掉灭霸 他第一时间就反水了 再看星爵这门 日子也不好过呀 重新落在了永渡手里 一顿胖揍肯定是少不了 永渡本想直接干掉这个叛徒 但卡玛拉说 我们帮你去抢无限宝石 你放我们一把 有了无限宝石 你们下辈子就吃穿不愁了 显然 这个交易很顺利地达成了 但说是这么说呀 无限宝石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抢呢 一帮小偷子 加上几个七星怪状的东西 想要抢宝石 肯定是白扯呀 没有办法 星爵只能通知了 赞大尔星的超新星军团 告诉他们 罗南就要来毁灭赞大尔了 必须派出全部兵力 誓死抵抗 好了 战前准备已经完成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战场一分为三 星爵带着小伙伴打入敌军内部 超新星军团用舰队组成防护网 阻止罗南的飞船进入赞大尔 而永渡和他的手下 则控制地面战场 但此时的罗南拥有 无限宝石的加持 实力不可小觑 打破防护网 就是分分钟的事 而且星爵他们 也被削得毫无还手之力 危急时刻 火箭一个自杀式袭击 撞毁了罗南的飞船 虽然几人暂时安全了 但飞船被毁 正在急速下降 完了 这要是聚集了 谁也活不了啊 这个时候呢 格鲁特英勇地站了出来 他用自己的身体 建造了一个人肉 不是 是树肉保护舱 牺牲了自己 飞船落地之后 罗南毫发无损地 走出了船舱 这种局面 基本就等于给 三大尔定位了 只要他用锤子 往地上一颗 三大尔就瞬间毁灭了 但是 他还是犯了一个 反派常犯的错误 那就是话多 哎呀我的天 眼瞅着就要达成目的了 那个小嘴巴巴的 停不下来呀 什么你们瞅瞅 我就要毁灭你们星球了啊 放弃挣扎吧 我是最狠的 谁也拦不住我啊 我一敲 你们星球就完了 我敲了啊 我敲了 在门出来阻止 我就不敢探了啊 这个时候 音乐突然响起 哎哥是一根葱 我来自卖太空 谁要拿我占大将 我弄他老祖宗 哎你干啥的 逗舞啊 来整一段 你到底想咋的 吸引你注意力啊 上炮 蹦 罗南的大锤被打碎 星爵一跃而起 抓住了无限宝石 但之前我们也说过 无限宝石的力量过于强大 一般人根本驾驭不了 可一个人驾驭不了 没说四个人也驾驭不了啊 卡蒙拉毁灭者 火箭和星爵 分摊了无限宝石的力量 竟然就这么成功了 要不怎么说人多力量大呢 有了无限宝石的力量 罗南自然是不值一提了 非常轻松的就被干掉 连扎都没有剩 战斗结束之后 永度到场 要把无限宝石带走 不得不说 贼就是贼呀 心眼的真多呀 人家要死要活的打仗 打完了你就把战利品拿走了 当然了 星爵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亲眼更贼 他早就把无限宝石掉了包 而真的无限宝石 被他留给了超新星军团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